OK 再打一次 副隊長帶他光不用啦 為什麼一定要帶他光我剛要過啦 這對就可以過啊 直接轉你們就好了 唉 這又卡住了是想怎樣 我剛累積次數不夠沒有打出火喔 難怪我覺得怪怪的 OK 木星同等盾先解決一個 人 理論臨時 剛才真的有開龍可以做過啊 奇藝靈王都出那麼久了 可以開始退休了不是吧 不是前幾個版本才出的東西嗎 確定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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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來覺得超難 後來覺得挺簡單的 你說熱夢演技嗎 熱夢演技本來就沒有很難 只是那個很多奇怪的盾牌而已啊 看看可以帶走他了 火跟木同等盾 OK 剩下一組 看星座好多喔 這最麻煩就是那個轉珠啊 都要一直看說到底誰要一消 他要一直轉珠 帶人生最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這個 他現在還愛這隊嗎 基本上 呃我覺得這隊們挺麻煩的 如果他很愛的話那就是 恭喜他 他可能比較喜歡玩這種動腦的遊戲 動腦的隊伍 這次賣卡 這次賣卡 蛤 對啊 這個合作不是都賣卡嗎 這次賣卡 帶人這隊有在玩什麼嗎 不知道欸 可能要去問 帶人人本人 對啊 剛才說20兆印欸啊 感覺 帶人這隊打 過這次關卡嗎 我不知道欸 要看一下遊戲理解神不神啊 感覺這隊就是 呃 呃 就是 需要一點 呵呵呵 需要一點理解力啦 老實講這隊 不太適合心所用嘛 就是一個 就是一隊 大概就是 你要玩一陣子才會 才會想 玩得起來的隊伍啊 如果帶人人沒有玩過什麼 然後是 多久的話 玩這隊基本上會有點辛苦 這隊不是無腦的 呵呵 啊帶人如果要玩無腦的話 就是那個啊 去玩五條 五條最棒了 好 這 武術極盾 再開 二技能 把火珠轉成 水好了 OK 然後這邊直接手轉 打開 拆開 動手 你 你說我嗎 呵呵 看是要不到喔 感覺 感覺就是 單純 叫他轉租他 應該不太會來吧 可能傳聊天還行啊 可能就像 Terry Terry那時候 搖曰應該還行 但是說轉珠應該是沒辦法 因為感覺就是 呃 他轉珠無論強不強這件事情先不講 但就是 呃 應該他還是有他的考量 就是官方要讓他 在螢幕呈現什麼螢幕的感覺 有沒有懂嗎 那以這種前提 來看的話 那可能 我是代言人 我可能還要顧及就是 哎呦 那可能就比較官方一點回答就是 我要去問官方 看一下可不可以讓我來上節目 呃關於什麼的 呃 啊如果說上 上一下我的節目發現 欸 不對啊 那個轉珠 這什麼就是 呵呵呵 不是官方想要營造的那樣子 那可能就不太好 嗯 大家懂 這個意思嗎 通告費 頂不住 不是通告費的問題啊 通常通常這種 就是 互相合作嗎 對不對 可能 不知道通告費這件事情先 先放一邊 重點是 有沒有要上 我感覺是應該 應該是上的機會不大 認真講 對 有形象要做 其實 他們會再更複雜一點 因為他們有簽合約啊 畢竟代言人的工作本來就不是玩好什麼啊 呃 應該這樣講有點偏機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他們的工作是 就是 把這個形象帶到了 你懂嗎 欸 這邊其實可以牌珠耶 這牌珠還有耶 這把形象帶到了 後面的事情就是 就不是他要做的啊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我這邊可以開這邊 呃 哇 我目鼠先可以直接拉 來 看個角色珠 新珠 然後 剩下的要消四珠 一 二 四 這樣子 然後疊珠一下 嗯 過吧 對呀 剛才拉角色珠可以直接解鈍了 呵呵 呵 剛才我沒想到那個牌珠還在 看到 隨我 食物讓我想要探自然跟飲食 真的耶 偷偷做球是不是 呵呵呵 抓得到 呃 這邊要不要直接按主意消啊 我想就可以了 哦 欸 他這個有設計過的嗎 哦 沒有沒有設計過 對不起 他有一些 有一些豬仔是會在那個 黑白仔是會在 著樂地形裡面 好 懷念陳妍欣 他不是有拍一些作品嗎 你可以 看著他 電影 懷念他呀 呵呵 換試探自然嗎 我覺得男主有點高耶 可能有空才會是吧 這炎夏雙有玩神魔 待人通常都會 多多少 你看有 有摸過啦 只是 理解程度可能不太一樣 抓卡片 頭像轉珠可以幹嘛 可以讓那個 角色幫你吹 啊不是 我是說 呃 呵呵 角色珠啊 呃 你可能是 呃 剛回鍋嗎 角色珠這個東西 其實 蠻久的了 呵呵呵 其實蠻久的 你可以上網找一下 角色珠 好不好 應該就會有完整的說明了 那個專有術 也叫作角色珠啊 看完LOT這隊還沒過啊 其實剛剛也要過了 我剛才在耍 我可以在搞耍 這邊直接關掉這個 小光 然後再開這個 把木變成暗也行 然後拉個角色珠 帶走訂閱 抽卡可以幹嘛 讓自己爽啊 這遊戲如果說 你不喜歡抽卡我真的不知道玩這遊戲幹嘛 這遊戲只剩下抽卡功能了 啊沒有開玩笑的我是說 這遊戲不是現在都在玩抽卡嗎不然幹嘛 還是你很沉浸在這種 解G8盾的 那個環境下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M的玩家的話 這遊戲已經挺適合你的 一堆很奇怪的盾牌 讓你感受到 被羞辱的感覺 你的智商被羞辱了 我也是喜歡玩這種類型的 好不好這款推薦你真的棒 好這裡的話我們直接拉角色珠吧 不是固定連錦 然後這個負面珠可以直接路過去 OK 反反手想要這樣 時不時就冒出一些奇怪的東西出來 所以你要解盾的G8感 那玩這遊戲 那玩這遊戲絕對沒有錯了 那你體驗到最G8的感覺 都還都是累 老玩家已經體驗很深了 西斯克利夫需要複製嗎 我個人覺得 這個 嚴格說不一定要複製啊 但你要複製的話 我覺得 也不是不行 然後拉光的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 系列呢 柯莉 那什麼 這張莫言吉卡片 我會覺得他 比較 算是 當隊員的話可以解十字盾 還不錯 但複製人的話就不一定 我覺得沒有到一定必要的程度 另一張就真的很夠 只要當隊員 就很棒 抽卡 這遊戲我一定的樂趣 很多當盤主玩家 比如主播 對啊 這遊戲不是抽卡最好玩的嗎 好可以開這個 要直接帶我他 對 這遊戲 這遊戲 我還是要擔心 傷害的問題 只要擔心 有沒有 解好 盾牌就行了 有些人 回農的盾 出在游路關卡 溫度盾 我覺得溫度盾 這是另外一個很白色的東西 出在一般的關卡 會變得 挺麻煩的 不過我覺得陸盾只是一個起點 它可以幻化成很多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 日光御盾 自立盾 這樣嗎 以後就出什麼要消光珠還是怎樣的 它可以 變換的盾太多啦 反正我應該拉個角色珠的 這邊要觸發那個減傷 PAD有什麼神奇的盾嗎 蠻多的耶 其實PAD的盾牌也真的蠻機車的 好像叫什麼大傷盾吧 就是那個遊戲很常有根性的 咚咚會出來 那種東西都要靠直殺還是什麼去解 追打還是什麼去解 PAD有一個我覺得最難的東西 是那個 倒數的東西 就是說 它會讓你倒數 時間去通關一個很難的關卡 那個我覺得就蠻麻煩的 對 這邊要不要開技能吧 他應該血量不多吧 2000億應該可以隨便打 直接手轉 九宮格 講到這個其實 在PAD好像有一個磚有術語 我有一陣子沒玩 他那個 他那個盾牌有一個磚有術語 就九宮格 我忘記叫什麼了 然後他那邊很常玩九宮格的那種轉法 然後PAD一個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轉珠版面會一直變 喔對 貫通啦 那叫貫通 就九宮格 他們轉九宮格叫貫通 反倒他們比較沒有轉十字的這個東西 這十字的東西感覺像什麼專屬的 OK 王三進來看 沒問題 PAD比較讓你的版面會變換 比如說你的版面可能會變成是 會變 會縮小 或者是放大 對 有十字有 而且也不少有十字對 喔 這樣喔 可能是我沒玩到 然後PAD他其實蠻早就有那個的 完了 我沒有拉角色珠會被爆掉啊 欸 會耶 欸 會嗎 十七 會 我拉角色珠吧 PAD那個 PAD的那個轉珠 那才叫真的在轉珠 文具研究室 而且 國外有很多那個 呃 不能不能講國外 就是說 日本有很多 真的是很噁心的 PAD玩家 超會轉 超勇的 所以你覺得什麼啊 你嫌什麼太簡單你就去玩PAD 如果你看懂日文的話 他那個玩法真的是 太 太 太多了 太變換了 那他轉錯時間沒給你們多了這樣 真的很吃手轉 那個遊戲 而且壓力很大啊 只要你一轉錯喔 他那好像沒有黑科技吧 這那遊戲沒有黑科技 所以 呃 你轉起來就很 不太能失誤 趙皇掛台睡覺是不是 OK 謝謝你 十兵衛 是神魔第一人 十字隊 蛤 我其實好像不是欸 之前不是有 之前有出過了嗎 要一直轉十字的 不太能失誤 踢炸 怎麼還有人在踢炸 踢炸是什麼東西 OK 給手轉 算了 就是這樣吧 當然肯定可以過的吧 PAD比較 純短書跟拆招劇本 對呀 可是PAD有一個我覺得算是缺點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 合作都沒什麼特效 反倒是特效這件事情 我覺得神魔做得比較好一點 開這個好了 OK 直接手轉一波 怪彈 各位 怪彈有消失誌 怪彈是轉出遊戲嗎 蛤 怪彈不是那個嗎 怪彈不是那個嗎 那個 拉彈珠的遊戲嗎 那個怎麼要轉十字 為什麼那個 那遊戲要轉十字 呵呵呵 展新時代的兔子轉十字了 我忘記第一個十字是從哪裡出來的 這個遊戲 但是 石兵衛那時候 應該不是 石兵衛只是把 轉十字這件事情 變得 變得 算 呃 那在隊伍技能裡面 這邊 千萬不能點火珠 呃 點其他珠子好了 拉個光 欸 為什麼沒有火珠啊 我該是點火珠嗎 啊隨便啦 呵呵 呵呵 南娜 南娜 南娜是轉十字的嗎 好像是欸 這麼講的話 突然想起來了 南娜她 就 很十字啊 呵呵 可是那時候之後 沒人在玩 南娜十字的 南娜 後來的印象就是 她就是 拿來速刷的 只剩這個印象了 她是可以十字 但是 沒什麼人用 通常都是 後面都變一康速刷 呵呵呵 沒人在管那個十字 十字都一開出來 還說那山小 他這麼講 其實神魔啊 很早就有十字了欸 認真說 神魔時光機 接下來我們直接 神魔時光機了 神魔時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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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魔時光機